小姐姐追踪时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姐姐特别节目 P哥新闻 欧借男星收到挑战书 为表感谢尽当场俯卧城 然后此行为出现人传年现象 舅舅新剧开机 抛戏路透曝光 为实现国际化 请费勒斯斯类普官宣加盟本季P哥 并带来代表作神风无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回在追踪前线的阿妹 我是小黑 在我们做完月月一个半月之后 P哥新闻来了 点开之前 我本来已经背好了纸巾 觉得我要大哭特哭了 结果 我的书还是有老人家的路上 这是个历史 我已经讲你的哥哥 谁能演得够活 这谁扛得住啊 一个塞一个的会转活啊 虽然我猜到了王耀庆惠 是本季的笑点担当 但没想到他在给弄个蜜 我是一个内容输出者 先是被踩的时候 他以反客为主 逼疯了导演组 是前期的那个工作量比较大 还是正是开始之后感觉比较累 嗯 各个的没法开始了之后 我们就会有很长的 吃了 没法睡觉 这你第一季第二季你都在 对啊 这你喜欢第一季我第二季了 再那个问下去 我真的很怕 节目组的下一句话是 下一季 因为上一季的人都正常 在和导演组开会的时候 他又逼疯了同组的郑家影 第一 我是尽量避免蓝色 嗯 为什么 不就是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 这树台就算是蓝色 就你自己不会去海边 可是这是蓝色 我不是来搞笑的 但不管什么颜色的商务休闲套 都裹不出 Uncle那颗荡漾的心 出舞台他表演自己的同名感曲 Uncle One 一似演出了任何飞跃期 强强联手 JYP加盟海南之下的美感 Uncle One Uncle One 总之他这个快乐的舞台 拿下了全场个人喜爱度的第三名 好开舞台 场外的他也很有感 有一个环节呢 是这就用中音双语给哥哥们读规则 我以为的 You know I just spending all my time to try to be a better actor 我看到的 那是历史 它是毁了 老白 我不是来搞笑的 除了王耀庆 还有一位哥哥的画风也很新奇 当一位OG试图融入联系人的世界 场面就会弥漫起一股清澈的幽默 无畅尽猜 谁哥哥 哪个哥哥 应该是 蔡哥庆吧 被彩作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说 你们仍然可以管我叫庆哥哥 或者叫我送祝福的小哥哥 出舞台想突破自己就被节目组安排了一首Mogito 震惊之余 一心然接受 还占了一个非常优雅的Ending Pose 除了出舞台不得不提的呢 就是蔡哥哥一公选哥名场面了 5个胜利组的队长先选哥 其他的哥哥们按个人喜爱度挨个进房间 选择要加入谁的队伍 07134位本来想一公继续在一起 反正大家排名几乎都在一起 同组应该问题不大 直到那个男人走了进来 蔡国庆老师先是看了一眼 飘移族跟舅舅 对了个眼神 舅舅就赶紧说了一句 国庆哥你选无数就炸了 真的 彻底炸了 彻底炸了 而搞事号令一响 大战一触即发 我将带头冲锋 这里可以做 真的这里太厉害了 这首歌特别好 所有人都选这首 你选无数就炸了 真的 真的 各是好歌 国庆哥到无数 真的 真的 面对N面包夹知识 蔡老师肢体腰板非常硬气的 哎呀只能这样 不会让我拖到你们后腿吧 不可能 怎么肯定 怎么可能 完全不肯定 我是来加入这个家 不是来拆散这个家 虽然蔡老师没能成功飘移 但飘移目前的阵容已经很有看头了 连队内分工都分好了 我告诉你 博远负责跳 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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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群还是融入了程晓诗家的风格 虽然这组只有博远一个人会跳舞 但我还是蛮期待的 毕竟 信这次真的要跳舞了 这儿谁不想看啊 你说起信我突然想起来 他初公那个藏发造型被网友说一 然后他前两天扫楼的时候就 为什么要这样你知道吗 为什么 闲点小 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 我必须要对做那个表情帮的那个人 是以12万分的谢意 在这么多显眼帮闷头粗粗的情况下 其他正常的哥哥 精神状态好像也有一丢丢受影响 先是胡彦斌 他多人在吃饭的时候 关心大家有没有交税 他赚了火力汁 交税了没啊 交税 必须交税 照道理我们这个交税 卡卡卡都得交 必须交 这属于成本支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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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他是真的很care哦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博远一口气模仿了17个哥哥 他们都叫我 Uncle Wen OK So Basically That question is so important for you 你记性的眼泪 说不出的想念 耀庆 你觉得我 觉得那个 我今天穿着衣服吧 我觉得 很适合坐在这一组 张远哥是那种 嗨 你这个 你你你 你这 这时候 博老师的脸上顿时人山人海 让罗杰夫分享一些自己中文学习的成果 他别半天来了个 我啊 我好饿 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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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这就是融入了我们中国的生活 这个 以及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哥哥们的 Whatever 就是团建 总之这一季目前给我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有很多的喜剧人 哥哥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也很有意思 很想办 哥哥们的初舞台各有各的特色 有情怀也有突破 还设计了一些小彩蛋 张东梁的舞台旁白是王心灵 嗨 东梁 你好吗 嗨 庆哥哥的365个祝福 虽迟但到 一年有365个日出 我送你365个祝福 又是这个王 但也有些哥哥可能因为太爱了 所以戏本比较少 希望这一部分哥哥能用舞台让我们眼前引亮 说起舞台 盲最近关门搞了一个投票 让观众过人头想看哪两个哥哥的合作舞台 那个界面 真的不是什么世纪某员红粮素配的网站吗 不是你们真的没有人想看普天同庆合作吗 这么才1%的选择啊 很冷门吗 太失败了 这周五应该就是哥哥们的义工了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如果想看我们做批哥第二期 那就要看大家的到不到位啦 你们这个到位啦 那我们就 你懂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留言啦 我是回答嘟嘟姐姐的阿妹 我是小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